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丈夫心肌梗塞过时的噩耗 从幸福人妻到成为整个家的顶梁柱 生活的重担让她不得不面对现实 这段期间也让张彦均看见了台湾的温暖与希望 鼓励张彦均重新振作面对挑战 也造就张彦均精彩又励志的人生 其实我跟我先生认识纯属偶然 因为他去大陆找朋友 那一个寒假我就刚好当老师 欢寒假就没事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对港澳台这种消息 就是对这三个地方觉得很神秘 然后其实也有很向往 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消息的来源 因为我就想说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认识一个台湾人 让他讲讲台湾的故事也不错 因为那时候没有想到说会嫁到台湾来 因为我妈妈是好不容易 你看把我栽培大 然后读大学 然后出来当老师 所以就是就这样子就认识我老公 就隔了两年 因为没想到就是两年以后 我先生就问我愿不愿意嫁到台湾来 那其实当时也是我妈妈鼓励我嫁来台湾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说 来到台湾就好像来到一片黄金之地了 没有 因为我觉得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在哪里 其实都是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程度 所以我来 我觉得只要我先生对我好 我公婆对我好 我觉得其他的好像都不重要了 嫁住幸福台湾人妻五年后 张彦君陪着朋友去铸造工厂应征工作 没想到却是张彦君被录取 得到这份工作 让丈夫家人以及同事都很惊讶 高学历担任过老师的张彦君 肯定无法适应这种工作 因为铸造台湾就叫做欢刷 就是又脏又黑的那种工厂 他说我一定是待不了三天 我们的同事也都在打赌 这个人可能做不到一个礼拜 大家就都在等着看我哪一天要离开 你知道吗 结果我就想说 能够撑多久 我就要撑多久 就是这股不怕苦 不认输的坚持 张彦君在众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不但在铸造工厂担任住业员 表现优异 主管也对张彦君的表现刮目相看 董事长也一路提拔张彦君 学习品管作业以及经营管理工作 这段期间的学习与磨练 定定了张彦君日后创业的基础 张彦君美好又顺遂的幸福生活 却因为丈夫突然的心肌梗塞 在不到30秒的抢救时间内 就这样离开人世 同时也打碎了美好的家庭 面临突如其来的噩耗 眼君顿时感觉既无力又心痛不已 那时候我刚好人在梁家 我本来第二天就要回来了 就哪知道前一天晚上就 突然发生一个真的这么大的噩耗 其实 当时候那时候 不好意思 那一天晚上 很冷 在归零那时候很冷 我一个人我就在沙发上 坐了一整个晚上 因为我不知道我回来 要怎么面对 那种煎熬真的很 人家说度日如连 真的是 我那时候真的感觉到说 天不要亮 那这样我就不用回来 我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 因为老的老小的小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扛起那个责任 也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很幸运 然后遇到了 真的是我生命中的很大的贵人 也就是我们的修颜姐 我一路上看到我妈妈一直哭过来一直哭过来 在想到燕金的小孩子这么小 我会想到说我们多小的时候就没爸爸了 那种感触是真的由心而花的那种感觉 你才会感觉说这个女孩子我真的有狗不感的你知道吗 我自己的妹妹都小姐小姐我就感觉说这个女孩子长得这么漂亮 莫名其妙一个家庭就这样没了 我就会一直鼓励她 而且她真的也很懂事 她也很懂感恩媳妇 我都会觉得设计的伯父妈妈来跳舞 她也志愿来教我们都是没有收钱的 我们就很感谢她 她会回馈 因为我们人就是欲胸 感觉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人扶我们一把 当我哥有付出的时候 他也很台风 很愿意 张彦君除了感念生命中的贵人 给予支持与帮助外 也了解到自己没有一直悲痛下去的权利 必须勇敢的往前 为了帮助患有罕见疾病的儿子健康的成长茁壮 以及靠着手艺回馈社会 张彦君非常感谢移民署提供新住民及其子女 竹梦计划的补助 也在新住民理性创业加速期竞赛 荣获全国第一名 创立了这间健康手座厨房 台湾不是很有名的干贝小鱼干 然后这样比较有营养 然后我就做出了 这样就是比较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干贝酱 然后加上我先生在世的时候 他也很喜欢买干贝酱给我吃 那我就想说 其实我也可以试一试 做不一样的口味来给干贝酱给他吃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其实真的儿子是我创业很大的贵人 此外彦君为了更进一步的 将健康的美食与爱散播出去 跟特别开始料理独特的黑蒜头鸡汤 他其实这个蒜头经过长时间低温发酵以后 他的营养成分其实提升很高 其实我儿子也是在吃这个黑蒜头鸡汤以后 慢慢慢慢的 真的让他的食欲也有增加 然后升高就慢慢的开始 开始就是长高了 自从家中失去丈夫的支柱后 彦君展现出身为母亲坚强的心与毅力 不仅是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坚持 教育也是不容马虎的一环 为此两个孩子对于妈妈的辛劳 也是一一看在眼里 妈妈从以前就每天都要工作很忙 虽然工作很忙 但还是花时间煮饭给我们吃 不让我们吃外面 我生病的时候就是会照顾我 然后管教我们会比较严格一点 然后就是努力的去完成自己的课业 然后听妈妈的话 张彦君曾经提过 今晚小孩的成长过程都有家人的陪伴 以及留下美好的回忆 也不断在思考 要如何为我们的下一代 放着健康的成长环境 所以彦君特别准备了绕台湾竹梦计划 通过为安养中心的长辈送爱心鸡汤 作为生教来感染小孩 让小孩一起来参与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并且付诸实际行动 来弘扬传统小道 而在推广爱心的途中 彦君也因此结交了可爱的志工朋友 志工们对于彦君的善行 也是赞不绝口 因为我个性也比较活泼 然后在五年前跟彦君 一起来做这个爱心送鸡汤的活动 营养对长辈很重要 运动也对长辈也很重要 运动再配上好的营养 就会让我们越来越健康 长辈就越来越快乐 谢谢 想说以前有蛮多人帮助过我们 然后我们要回馈给社会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高龄化社会 然后要去照顾长辈跟老人家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每次送鸡汤给那些长辈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笑容 自己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也知道要怎么 从帮助别人来得到一些快乐 其实真的我很感谢 这些台湾政府 对我们新住民的这种帮助 真的给我们新住民很多的资源 就是像学习 你想要创业 想要成长 其实只要你愿意 真的都有很多的资源可以用